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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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有点像树写的感觉 小朋友可能看到牛 就几笔就把这个牛的主要特征画出来 可能未必是那么像 但是呢 它这种画法呢 会把一种牛的精气神呢 画得很充分 它一只很愤怒的公牛 就像我们跑过来了 而且很强壮 就是画的这种 画的一种表现力 就是要把它的内在这种神态表现出来 可能未必在外观上很像 但是它神态表现得非常充分 也会用到了一些夸张的这个技法 好了 这节课呢就到这里 小朋友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一课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转发 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 高级红件 感谢